2010年1月8日 《兩道秘密來港拜祭舊愛》 近藤真燕手談與梅艷芳息日程 2003年12月30日 梅艷芳病世中年40歲 離世前一個月 阿妹在告別演唱會上 穿著婚紗獻唱夕陽之歌 嫁給舞台 這首歌的原唱者 就是阿妹一生中的最愛近藤真燕 2010年1月8日 阿妹逝世六周年 近藤真燕到散線珍堂拜祭舊愛 在離開前接受明州專訪 近藤表示是第二次來拜祭 因為我很掛念她 及至今日我仍然很掛念Anita 兩人在1986年抱出異地戀 戀情一年後告終 近藤分享和阿妹的甜蜜回憶 他們在東京每晚會去不同的餐廳吃飯 逛街 去酒吧 當被問到和阿妹是否曾經是情人 近藤大方承認Yes 阿妹去世前的7月 隱瞞自己患上子宮頸癌 去日本與近藤真燕作最後一次見面 近藤指阿妹為她慶祝生日 當時看不出她有病在身 後來接到阿妹離世的惡號 完全不能接受 多久不停交給你 那可以訪問人家 我指的是我這個處理 在天安裡 anya是誰 封箱兩人 這次也要是家人 天安